词曲 李宗盛 词字不定永归义 我以文思修功德 唯利有情愿成佛 现在我们 前几节的学生 关于这个维士学课 我们主要都是学习 为时三十乐 我最近发现 白花明门也蛮重要的 我们在座有一些同学 如果过去上过佛西院 有可能有听过这门课 但是 如果要被这门课的意义 能够有深刻的认识 可能不是一般的 晃悍地学一学 就能够 就能够领会了 白花明门论 这一部认课 跟为时三十乐 作者 是同一个人 都是世情菩萨 那么这一部认课 跟三十乐 也一样 都是用非常解念的方式 来表达 为时的思想 当然如果从 为时学的地位上来说 自然是三十乐 更重要 但对于我们 初学为时来说 也可能白花明门论 更重要 事实上 为时学的 重要的思想 其实在这个 白花明门论里边 都有 这个重要的思想 是什么呢 我发现 这个 在这个白花明门论 里边 有三个重要的内容 一 就是讲我 第二 第二 就是两为时 第三 就是对心里边分析 对心和时边分析 整个白花明门论的内容 其实 主要关注 这个三块 第一 就是 你看开头 你看这个白花明门 一开头 就抛出了 这一部论的论题 如是真言 尽且法 如我 那么整部论 基本上都在论证 都是在论证 无我的道理 所以到了最后 无我 说明 这个 规矩 无我 有两种 一者能无我 二者法无我 无我的教育 在我们修的佛法中 它是非常重要 因为 我 无名和我 直 是我们 反无心建立的基础 是我们的 烦恼杂览 业杂览 生杂览 形成的基础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无我 摧毁我 就是 传无心 也就没有它的立 立足之处 所以 无我是佛教的特色 不论是在 阿涵的经典 还是在大神经典 不论是在解脱道理 还是在菩萨道中 无我的教育 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 这个三师认的开头 也是 有假说我话 有种种相传 也是从我开始的 说 有假说我话 说我和法是假的 假有的 是假设的 或者说 根本就是没有的 其实也在说我 所以这个无我作为开头 事实上 它是 百法明媚乐 和 为是三师乐 的 共同之处 其实 讲为是 这是为是邪的 不共的特色 因为为是邪 它之所以成为为是邪 之所以成为为是中 其实就是它立足于为是的 中道界 三师乐 在这个知见 理论上 重点就是 成立中法为是 帮助我们 认识 维持的道理 维持无尽的道理 就是跟我们平常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是有静 我们认为心外的静 都是客观的 固定的 实在的 认识主义 正习合资 但是为是告诉我们 其实一切都是我们心的悬线 一切都是我们心的悬线 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我们心的悬线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所以为是中的最重要的一部论点 叫成为时论 成为时论就是成立中法为是 维持不仅仅是一个论点 不仅仅是一个命题 它是一个哲写体系 通过这个哲写体系 来帮助我们树立维持的中道政界 树立维持的中道政界 所以真的我们想要 全面的 深刻的 了解为时的人业体系 了解为时的中道政 并且能够应用为时的中道政 来帮助我们破除文法二枝 当然最详细的内容 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学习 维持三十论 成为时论 但现在学一个白法明门论 那肯定还不高 但是白法明门论里边 它同样也解释着心和色的关系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 论识和存在的关系 因为在白法 我们讲白法明门论 白法就是它把宇宙中的一切法 归纳为一百种 比如说这里面有关于 这个不值心法和色法的关系 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关系 心法和色法是什么关系 那么在白法明门论里边 就告诉我们 色法 是心法 是心 心的显现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认识的一切对象 认识到的一切境界 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那么至于怎么没有离开呢 那么这个道理 在白法明门论里边 还没有做详细的论论 那么这个说明诸法 维持的道理 这也是白法明门论的 重要的一块内容 那么第三个部分 就是讲的 关于对心的论识 和心的分析 这个是维持的特色 这是蛮重要的一块 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 其实我们整个世界 事实上 都是我们瑞心 活动的结果 其实所有人修行 最终 都要落实到心凡 修行的目的 我们学习教育的目的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多教育 学习这个宗派 学习那个宗派 学那么多干什么 其实无非就是帮助我们 认识我们的内心 然后呢 进一步的 就是帮助我们 调整我们的内心 再进一步 就是帮助我们 进化我们的内心 那也就是说 整个修学啊 都是 都是为了帮 都是帮助我们 认识内心 服务的 当然在佛教里边 佛教的经论里边啊 关于讲到新的 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讲 真心的系统 一个是讲 万心的系统 讲真心的系统呢 像 楠言经啊 楠言经讲妙明真心 像涅槃经啊 讲佛性 像涅槃淡经啊 讲涅槃淡 那么还有很多论点 比如说 圣诞经啊 讲 大臣其境论啊 讲涅槃淡 讲佛性 讲真心 那么这个是 在大臣佛教里边啊 讲 心 它是代表着一个重要的 一个体系 像东国禅宗的修行 它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如来淡的知见的基础上 像战传佛教的 比如说大圆满啊 大扫印的修行 它基本上都定如来淡的建立的基础上 你认识到这个心 这就是你成佛的基础 成佛的根本 也就是它结识了我们每一个众生啊 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层面啊 跟佛菩萨是无耳无别的 我们只要去认识它 去开发它 那么我们的成佛的修行呢 将会成为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么在佛教里面讲到心呢 另外一个系统呢 就是讲万心 讲凡夫心 讲万心 这个系统呢 那么对于万心讲的最详细的 主要就是为始统呢 所以为始统呢 通常称为希望为始细 它是讲万心 当然像奥含经 奥含经乐呢 奥含这个体系的经乐呢 它也是偏向于讲万心 其实了解我们的万心啊 这对我们的修行 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情的基础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心情的基础就是万心 我们现在的心情的基础就是防护身 如果我们不了点万心的话 我们这个修行很困难啊 我们在上一个学习 学习到此基论的时候 曾经和大家讲过 这个非常精细的内容 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 无非就是舍弃防护身 然后呢就是成就佛菩萨的心 那么怎么样舍弃防护身 其实我觉得修行最难的就在于 如何从这个防护身里边种出来 如何摆脱防护身对你的干扰 这是最难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摆脱防护身对我们的干扰 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到空气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摆脱防护身的干扰 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我们生命潜在的这种 既有像佛菩萨品质一般的这样的一种潜在的功用 所以我们要有方便 我们要 我们要摇脱防护身 我们如果我们要舍弃防护身 我们要摆脱防护身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了解防护身的规律 我们要了解防护身的特征 我们了解了之后啊 我们自然就懂得怎么样去做了 所以 我觉得为始终关于对心识的分析的这一块 对我们修行的作用非常地重要 那么尤其对我们同学们今后如果从红华的角度来说 也是蛮有意义的 现在这个社会上很盛行心理学 二十一世纪啊 最大的疾病是什么疾病啊 心神病 心灵问题 现在国内慢慢的心理学 心理自行 治疗心理症病啊 慢慢的开始重视 但是跟佛教的心理学相比 跟佛教对心理的治疗相比一样 其实社会上的心理学 是很不选的 也是很不究竟的 相比之下 佛教对心理的这种透视 以及对心理问题的解决啊 通过界定会来彻底的解除心理问题啊 这是最究竟的 因为我也有也有不少这些学心理学的来找我 我跟他们谈一谈 他们都觉得蛮有受用的 所以学习维士呢 了解心理学啊 这是我们学习维士的重要的语块 所以这是我 我为什么选择 讲白话的 原因 那我在讲这个论子前啊 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 整个维士学 修学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就是我们过去学习佛法 普遍存在两种现象 不得要领 尤其对多数 没有老师指导的人来说 就是有一些人有老师指导啊 但是 如果这个老师不是写得很好的话 那叫你今天看这个论 明天读那个书啊 可能学了很长时间啊 同样存在不得要领的问题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偏执异端 很多 这个 很多人学习佛都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说学藏的人 他就是一句话头 这个话头就藏吧 哎 我觉得就藏一句话头就行了 持戒了呢 可能觉得我只要持好戒就行了 念佛了呢 他觉得我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 那么学习教理的人呢 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 从我们学为师的角度来说 我感觉 过去人们学习为师啊 基本上 也是存在偏执一端的这样一种 所以 因为多数人学习为师呢 基本上把为师 基本上是偏向于为师建在这一块 也就是基本上是偏向于 为师在哲学的这一块 所以 你看从民国年间以来呀 很多人学为师啊 出了很多学者 但是真正通过为师 能够在实证上 得到另一个人啊 不多 现在 佛教界 各地佛仙也都在开为师 但是多数人在学习为师的过程中呢 大体上都是关注 就是诸法为师的这个道理 但事实上 对一般人来说 要把为师的这个哲学的思想啊 要搞清楚啊 还不容易 所以很多人就泄露到这样的一个 为师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念里边 在是种非种之间啊 进也进不去 出也出不来 为什么进不去呢 因为他没有直观的实修 他当然也进不去 他进不去嘛 他自然也就出不来 就像一个人啊 进入到一个迷宫里边去一样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伸入下去 他也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学习为师上来说 是片面 这个是跟为师的修学上的这种片面有关系 因为我最近啊 我在思考 就是作为这个佛法来修习啊 事实上他应该是有个完整的内容 这个完整的内容到底是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为师见 为师的正见 这个是在 这个为师的修学体系里边啊 其实他只是属于一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人 光有正见是不是就可以 光有为师正见 是不是修明就能修好了 我们想一想 如果你光有见的话 能不能修得好 光有见 光有见 如果你 如果你不能落实到直观 那这个见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闲堂啊 闲堂的资料啊 那么缓过来说 一个人 很重视直观 很重视残修 可是如果他没有见的基础 没有正见的基础 他每天在那里打坐 做什么呢 做什么 做人得干什么 他对自己的心理都不了解 他不懂的 他要骑什么 要舍什么 他不懂得怎么安心 你说这种假的能做出结果出来吗 其实我觉得残修这种高技术啊 他的技术 技术要求很高了 不是一般的技术啊 我看比那个航天技术可能还要普达的 因为他要了解的是内心 他要解决的是内心的问题 人的内心是一个罪品 如果没有见的基础 如果没有见的基础 修残能不能修得好 修不好还是小事 出问题啊 很多人做残做的出问题 走火入魔 那就更可怕了 那同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佛法任何一个品系的修学啊 它应该是有几个完整的要素 这个也是我七年到新加坡啊 我给他们做了一个讲座 这个讲座的内容呢 第一 这个有几个几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就是提出了佛法的核心要素 佛法有哪一些核心要素 也就是作为一个修学的体系 完整的体系 它应该要准备哪几个要素 那么这个完整的体系 其实就是有五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规 第二个就是发心 第三个就是戒律 第四个就是正见 第五个就是直观 这是一个完整的修学体系 也就是任何一个中派的修学啊 它必须都要 它必须都要具备这个五个要素 如果说 如果它不能够按这个完整的 按这个五个要素来修学啊 它在修学上一定是要出问题的 一定是会修不善气的 那么这个五个要素的第一个就是 就是规意 还是规意 那么我们结合维持中的修学来做 我们写起维持 我们首先要对我们的这个教主佛陀 我们要生起规意之心 因为维持的教法是佛陀为我们也说的 我们自然要先要对佛陀啊 生起规意之心 我们需要意念佛陀的功德 深考虑三页的功德 无量的慈悲 无量的智慧 以及它圆满的人格 我们要我们要意念 因为我们只有不断地意念佛陀的功德啊 我们对佛陀就有规意之心啊 我们才有可能相信它的教法 其次呢 我们需要对维持中的历代祖师啊 也就是这个传承一个宗派啊 任何一个宗派都有它的传承诸师 我们要对它的传承诸师啊 身体规意之心 我们要需要去了解 比如说维持中它的传承 从印度的传承上来说 有弥陀菩萨 弥陀菩萨是一些维持的初祖 然后就是五祖菩萨 是二祖 五祖菩萨其实是 应该说是维持中的 实际创始的 因为弥陀菩萨是在天上啊 很多弥陀菩萨现在住在哪里啊 都在那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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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很多 它说的很多论点 事实上都是透过 五祖菩萨 从它整理出来的 在病中开治 然后通过五祖菩萨整理出来的 还有呢 就是世青菩萨 这个维持理论的完成 其实是世青菩萨 世青菩萨是五祖菩萨的弟弟 那么世青菩萨之后呢 有陈纳论识 陈纳论识在维持写识上 它对英明的贡献很大 英明 英明是一种识变逻辑啊 它也是一种论识论 其实整个佛法的修行啊 证见的处理啊 认识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 我们的观念有问题 你们说我们现在 为什么观念有问题 这就是因为 我们的认识有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 有一种正确的认识论啊 我们就有可能说得 正确的人生观念 然后通过这种正确的观念啊 就能够抵达通平证念 那么这个陈纳菩萨 它可以维持写的贡献也是蛮大的 陈纳 它也就是护法 护法菩萨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成为时论里边 陈红菩萨 它是柔异的实家认识的说法 但是其中是以护法的说法为主 也就是护法菩萨它被维持三十论的解释啊 是最纯微的 那么这个护法这个护法认识 所以它也是维持铁传承识上面一个重要的主识 然后摘下来就是戒弦论识 是三十 闲端到印度的时候 是 罗兰佛士的助识 他本来身体不太好啊 要延级的 然后有一个护法告诉他 他说啊 你的一个徒弟啊 一个中国的一个和尚 要来跟你学习啊 你现在不能延级啊 你必须要把这个印学实地论传给他了 你才能延级啊 后来他就在那里 这个一直正论 这个弦端啊 开始到印度求法 就是跟着这个戒弦认识 一些实地论 那么中国的维世的传承呢 主要是弦端到印度 跟着戒弦 还有很多这么多的论识啊 一些的结果 那么在我们中国 我创意维世中的 主要的是弦端 还有就是愧计 弦端 欢迎来很多论点啊 光波罗金 六百论的波罗 还有呢 欢迎来很多 富派佛教的论点 那么尤其维世的论点 其实这个维世协在弦端之前啊 在南北朝的时候 普利流之啊 还有真帝啊 都有欢迎过 但是欢迎的总不是很完整和准确啊 所以弦端呢 所以弦端呢 他又到印度 又起回了大量的维世论点 所以这个弦端三藏 对维世协的贡献非常大 然后他回来之后 一方面欢迎 他带给大家听听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就是给大家讲 拍识啊 讲解这些论点的内容 所以过去的中国佛教啊 每一个弦场 事实上都是一个讲学的中心 弦场讲学 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 佛教教育史上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方式 就是通过弦场 以某一个道生为中心 他一边给你欢迎经典 然后一边呢给你讲解啊 这些经典的内容 那么 那么 维世中呢 很多论点呢 都是 弦端 弦端 讲呢 然后 弦端把它整理出来 弦端是弦端的 杀弟子 所以 维世中呢 很多论点的名字都叫什么什么俗迹 比如说 便中便认俗迹 成为是认俗迹 我们叫俗迹呢 就是弦端讲呢 他的弟子就是来记下来 不过维世学在中国的传承啊 在愧竟之后大概传了两三传 就断掉了 断掉的原因是因为维世的这样一套非常精密的 加了一个这种 诗变的这种哲学体系啊 就是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策划加了一种基础 所以呢 大概介绍起来呀 这个 不是很喜欢 当然 再加上后来又经历了什么这个 这个 禅宗的兴起啊 三五一中的灭佛啊 当然这些也都有一定的关系啊 不过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些维世的著作啊 我们要 我们要感恩 这些 就是这些维世中的这些历代传承诸师啊 他们的功德 我们去我们需要了解 了解这些维世们 他们对维世的贡献 以及他们的修学办法成就的种种功德啊 我们要对他生起归一的心 那么这一份归一的心呢 是我们修学维世啊 介绍维世教法 修学维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归一就是一种信赖 你信赖不信赖这个教法 你信赖不信赖这个传承的主持 如果你不信赖的话 那也就是你对这个教法是不感兴趣的 那如果你对这个教法不感兴趣的话 这个教法对你不配产生作用 那如果你信赖的话 你相信 你相信这些主持的人格 同时尤其我们需要对这个维世的教法 维世的教法是什么教法呢 其实就是一套菩萨道的方法 解脱道的方法 一套帮助我们如何地解脱防护心 一套如何帮助我们完成菩萨道的修行 成就像佛陀的悲意和志的 这样一种品质的这样一套方法 我们对这套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成活的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解脱人为的方法 我们相信不相信 归于就是一种相信 归于就是一种信赖 归于就是一种对这个方法 建立一种永久的信赖 如果我们相信他 他对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作用 他对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不相信他 他对我们就是无效的 他即使是再好的真理 对我们一样也是无效的 所以如果我们写去维世之中 我们要对这个维世之中的祖师 教祖历代传承祖师 以及对维世的这个教法 我们要生起归于之心 保持这份归于之心 这是我们学起维世的 然后是我们学起维世的 又看到游戏 你要 Tuske y ig 感谢观看